争议也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2024年11月初 外地上掀起一阵 心灵团体的讨论 起因一名YouTuber言行有些诡异 顿时间成了热门话题 只是为何大家听到心灵团体 总有些负面印象呢 很可能就跟今天的案件有关 接着就跟着老Z 回到案发那一天 高三身 古秀如柴 母称吸毒 死状诡异 幻化连篇 剧土真相 皆神秘心灵团体 掌国脚踹 惊悚洗脑 庄园曾私勤牢笼 恐怖灵略18天致死 教主串供 还谢责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这起扭曲的心灵 邪教 日月民工 时间回到2013年6月5日 地点在台中中山医院大庆医院区 这晚急省室送来的一名高中生 全身骨瘦如柴毫无动静 体重只有55公斤 全身是伤 经医师急救后仍宣告不治 他的死亡却是一连串 诡异事件的开端 从妈妈的小车上被抬下来送上担架 这时候詹同学已经昏迷不醒 报受十几公斤的他 双手双脚骨头外几乎只剩下一层皮 受到肋骨都突出来 母亲向警方表示 儿子十天前向他坦诚自己吸食骨科茧 但母亲不想让学校担心 又怕儿子吸毒曝光会影响前途 只好将儿子留在家里自己照顾 还帮儿子请假 还没有验尸出来之前 我现在我自己有点很怀疑 到底是真的是不是毒品的问题 父亲留下的这段话似乎雨带玄机 死者叫詹纯玉十七岁 父母早已离婚分居 他跟妈妈住在彰化大竹社区 彰化警方接手发现疑点重重 一个高中生如何买得到高价的骨科茧 到他房内一查看 整齐干净到不像有人在住 更别说是吸毒暴毙的第一现场 疑点二 为何舍尽求远送医到台中 送医的詹姆跟友人竟说不出话来 第一为什么不叫救护车 既然你说都已经昏迷了 那是不是应该叫救护车 第二再来你事发在彰化 你为什么要送到台中的医院去 情况危急 妈妈还有日月民工的志工 怎么会不选择 最近只有16分钟车程的秀船医院 也不是23分钟的基督教医院 而是跨线市到台中的中山医院 大庆分院 光是车程就要半个小时 和吉他社同学一起上台表演 弹着吉他的大男孩 多才多艺 成绩优异的他 获得保送国立大学的资格 有大好的未来等着他 却没想到被自己的母亲 怀疑吸毒 断送自己宝贵性命 交友的情况也没有很复杂 经常在观察他 也没有看到他有一些 吸毒的症候 校方表示 这名詹姓同学的妈妈 当初打来帮儿子请病假 结果一请就是两个礼拜 毕业纪念册上男孩笑得灿烂 但却永远没办法和同学宰相聚 校方承诺会给男孩一张毕业证书 希望他不要有遗憾 他们都说弟弟因为是吸骨科检暴毕这样子 但是因为我们的怀疑是说 弟弟那么乖怎么可能吸骨科检 而且骨科检那么贵哪里来 肩膀 然后双脸 然后还有那个 这个骨盆这里 然后还有脚趾头 看起来很像是用东西摊过的那种 因为又有结痂又什么 那一定是长时间的 毒瘾发作时 会打滚撞墙 的确会造成类似伤势 这让母亲拿出十几份自白书 儿子的确有坦诚吸毒 警方人察觉到不对劲 再次询问生母黄芬雀 以及友人许爱珍 真实的送医路线 准备掉监视器调查 并警告他们不要犯未证罪 他们才忠于吐食 张淳于不是在家中暴毕 而是在一间著名的大宅邸 张化河美的墨园有多神秘 我们站在高处来看 大片树海包围我后方的这栋梁 就算站在至高点想一看究竟 恐怕还不能够看出端倪 树海包围羊楼只露出半个屋顶 在同平面道路绕着墨园走 先看见大门外的红砖墙 紧接着一整片竹林 完全看不见羊楼全貌 墨园外围有沟曲围绕 俨然就像护城河 从空照图看 这个三角形区块就是张化河美墨园 俯瞰羊楼属于口字型的建筑物 青少年到这里会被聚集在绿地 拔草劳动 成年人则会前往厨房烹饪 最后所有人聚集在集会厅吃饭 整个墨园占地至少5000平 在1928年新建 巴洛克市的羊楼建筑屋领将近百年 早期大方开放还拍黑白电影 但这些年神秘指数增加 外人更无法靠近 这种建筑1929年落成 是日剧时期著名文人 陈虚谷的住居 门边写着悠然见南山 现在则是由他的孙女使用 然而警方跟附近居民打听后 里面居然有个神秘的团体 叫日月民工 不分男女老幼春夏秋冬 会在大半夜带着头灯 除草到凌晨两三点 却又有许多高知识分子进出 十分诡异 没有人口渴 没有人知道 晚上好像比较多人 白天有时候都在除草什么的 好像都从后面在出路 后面因为没有人 警察家里没有多久而已 他退休后就完蛋就死去 就有朋友说都穿高跟谁 背包包好像在赌博 可是警察来又没有 轻瘦的外表 他就是日月民工的负责人 陈巧明 一开始在彰化市的这家舞蹈教室 先教芭蕾 韵律舞 后来加入气功 1997年成立日月民工 对外戒心很重 只能由会员介绍加入 闲杂人等难以靠近 日月民工其实没拜日月 也没拜神 靠的只是陈巧明的洗脑式传教 受害者PO网说 在日月民工一年得缴会费 六万六 入会之后老师永远是对的 所有的批评都是错的 老师甚至会对学员甩巴掌 被洗脑的人会变得六情不认 警方询问莫远的相关成员 口径一致否认知情 多推说是黄芬雀 擅自将他关在小房间 戒毒念货 诡议的是 黄芬雀一直保持沉默 只有在陈巧明在旁时 才会说明 还不时查看老师的脸色 警方一看就明白 他们肯定集体在掩饰什么 大概就这样子吧 一场就这样子 几个再简单不过的伸展动作 却是三姐姐心中的梦魇 这间舞步全是六七岁时 被妈妈带去日月民工学的舞 她发现事情不对劲 醒来了 不过妈妈却越陷越深 回家主要又跟爸爸一直讲说 日月民工好 一直要洗脑就对了这样子 然后让爸爸他觉得这个团体就是 怪怪的啊 他也不想要进去啊 一直要跟爸爸争论争辩 然后所以就没办法 就只好搬出去 一家四口开心出游 每个人手搭着肩 脸上挂着甜甜的微笑 三姐姐回忆中 家人最快乐的时候停留在这里 突然妈妈升陷日月民工 搞得家庭四分五裂 我考上大学了 妈妈就突然跟我说 你是不是都没有去分享 怎么又这样断掉了呢 这样子你不能去上大学 你去上大学没有用 不行这样子下去太可怕了 对所以我就晚上偷偷收行李 然后隔天早上 趁妈妈出去上班的时候 叫爸爸赶快来载我 可是感觉很像是赶快来救我 经媒体曝光后 警方陆续收到许多线报 说詹纯玉不是吸毒 而是被领虐致死 但成员串供情况相当严重 案发后第三周 警方发动了夜袭 将莫云相关人员带回训问 锁定的是在里头自袭的孩子们 果然里头不止一人说出 在5月18日当晚募集了 詹纯玉遭处理的惨况 什么是处理呢 简单说就是以行为及思想管教 及众人之力教训 掌裹虐打 直到愿意承认错误写下悔过书 夸张的是媒体一问 到处都有日月民工的受害者 然后他就突然上来 然后当大家的面伤我巴掌 指着我这样吼我骂我 因为大家看到沈巧明 就会肆软起见 然后他在吼人 他在骂人之后 旁边人都不感受什么 日月民工成立十多年来 争议更是不少 两年前这位先生说 妻子加入日月民工之后 失踪不回家 我不想去了 你就一直给他掳吧 你要去啦 你没良心啦 你怎样啦 我如果不掌心 我老婆就跟我关联啦 靠着厉害的洗脑功夫 日月民工有许多高知识分子 在台中一家高中的老师 甚至在校园拉会员闹出纠纷 逼得学校发声明 严禁师长不得在校园里面宣教 你离开你跟他就是 他里面的所有的跟你不是仇人 除此之外 爆料文章还写到 日月民工会透过学员心得 分享相互泄底 借此挖掘成员的家庭生活 和工作背景好操控所有成员 一举一动 说着说着老妇人悲从中来 因为三个女儿加入日月民工 简直就如同没了女儿 记录在哪儿 没有那天的时候 那天要哪儿变的啦 啊本来我三个女儿都 很幸福 很好喔 但是那天外国都没有来 那变得不成的啦 没有生意啦 小孩都不爱给她接近喔 都没有小孩跟她的阿公阿嬷接近喔 她在说我稍微笑一个 我买你 这个妈妈 真的有这么多人 在你妈 在你妈妈 我知道我住在家 不想去 叫我媳妇 一定要叫我去 不去不可以 你女儿生跟你媳妇在哪儿 都没反应 都不感应 都不感应 都 那是哪儿对 47万啊 67万啊 都是先生付出去的钱就对了 是啊 是啊 400多万怎么花的 就是花埋这些 刚才需要化妆品吗 参加日月民工后 从原本的70公斤 张先生受到值得下40公斤 面王鸡兽 瘦得可怕 而且整天都得待在 日月民工里面 连家都不能回 这一个个家庭 全都破碎了 只因为城墙民不断洗脑 日月民工最好 自己最好 他们几乎都是锁定 有失婚离婚经验的女性 趁人情绪低落时 拔甘情 取得信任 在灌输已婚妇女 要离开家庭 自身利益 远比家庭亲情重要 利用妇女对婚姻的不确定感 加上集体行动 使人失去判断力 陷入恐怖的团体迷思 在发挥陈晓明绝对至上的处理 由他主导殴打男女老幼 甚至要家长自己打自己小孩 还要好友互相批斗 许多高知识分子被打后还这样说 我觉得他是在帮我 陈晓明是为了我们好 如果有人提出质疑或反抗 他就反过来处理提出问题的人 直到最后没有人敢再反抗他 还会设下忠诚考核 通关密语 自白审核 保密协定 种种严格限制 确保不会曝光在世人面前 要尊敬唯一的SUNSHINE老师 歌颂他 怎么歌颂法 就是SUNSHINE W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friend This smile 这样子 自以为自己是很厉害的头头 然后先出现 然后先看一下情况 然后先很沉默这样子 然后才会突然开始大骂 陈晓明高中照片首度曝光 留着标准的西瓜皮髮型 念的是当年彰化的 第一志愿彰化女中 但她是怎么样变成现在 身价达到9000万以上的 日月民工负责人呢 高中开始了 那也不要说伴侣啦 我们就说他大家国附上 对 大家官无法 他就是自己离婚啊 他不相信他先生 好像就是有点也不太乎生意的这样 各有一顿没一顿的 陈晓明年新时 和同样恋舞的丈夫相恋结婚 直到没有固定工作的丈夫 疑似染上了赌博 独称家界的陈晓明 决定和丈夫离婚 而从此以后 陈晓明认为男人根本靠不住 仇恨家庭 仇恨另一半 建成了日月民工的中心思想 老师是离婚的 他就会干嘛 女人要自己靠自己啦 不要靠男人啦 男人都不口靠啦 没有来练功能 可能出去之后 上班不顺利 交平不合物 夫妻失和 可能开车的时候遇到车祸 之类的 那种言语上面的负面思考一直灌输 让你无形之中一直恐惧 用现金缴 而且要去墨园那边缴 而且没有收据 然后你只要缴了钱之后 你想要退费的话 学员都一律都说 没有 我没有看到这件事情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退 由于此案迟迟无法掌握有效试证 成员邻居率又太强 徐爱珍还一天到晚 紧跟黄昏却左右 举方于是展开监听 发现他们曾集体到清水休息站串供 而詹纯玉毛发采业 没有毒品反应 只是解剖报告 近迟至9月底才寄来 结论更让远景大傻眼 真性高中生6月14号解剖验尸 两个月后报告终于出炉 但离谱的是台中递检署 拖了一个多月才寄出报告 已经延迟三个多月 死因竟然还是疑似滥用药物后 身体不适的自然死 追踪这位搞乌龙的法医 叫做许卓县有16年的法医资历 不过法医高大臣却说 许卓县经验比较不足 很多案件都引起争议 如果没有这个警戒感 你经常出问题就是这样 跟一般医生不一样 当有法医的警戒性 还不到那个程度 案发五个月后 警方再度展开传讯 并二度发动搜索 并将遗体送交第二次复验 这次目标是将黄芬鹊积压 让检察官单独突破新房 只是戒题时 媒体终于堵到他 却是这样反应 先生妈妈你有害死儿子吗 你有冤屈吗 不觉得自己委屈 黄芬妇人在侦讯后 情绪瀕临崩溃 好了好了 那淳于是什么指的 我爱草莓是后代吗 黄芬妇人在看到儿子的 解剖照之后情绪崩溃 哭喊说我真的很爱我儿子 检方说如果你爱他 就开说出实话 这时黄芬妇人才说 有日月民工的成员 捆绑鞭打我儿子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妈妈那个神情 我觉得她脸上的表情就是 痛苦跟害怕两种表情 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个表情 我觉得妈妈背后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我觉得你有办法原谅她吗 我没有办法 陈巧明先打我儿子 打完尿她在接手的 因为她用水管打我儿子 那是她在解剖那天 她要跟警察官的比误 法医解剖后发现 发现张纯玉肝脏萎缩 恒文基溶解症等症状 确认是遭人活活饿死 死因是她杀 身上确认有许多灵略伤痕 身负正式对陈巧明提出告诉 简直马不停蹄 立刻将一干人等 具体导案 接警在车上来回搜索 这辆红色轿车 就是陈巧明的代步车 警方大阵上抓人 围着白色围巾的陈巧明 显得异常镇定 似乎早有心理准备 高中生求运案爆发 陈巧明悬瘾 手机不接 简讯不回 车上还放着许多存折文件 似乎打算长期藏匿 扫害者 我很后悔 怎么了 他叫我们说 不知道 哪里有受到什么委屈吗 因为他说 如果我们说 我们知道他是更残忍的妈妈 好 来 所以你 我 我很后悔没有 我有叫他走 他不走 你叫谁走 我叫黄云雀走 叫啥 他自始终都叫他走 那你有叫什么 没有 我们大家都是很善良的人 每一个人都这么美好 我都对不起我的朋友 他们因为我而认识他 来来来 是 我一直把黄云菊 把他当成是善良的妈妈 我以为他疼爱儿子 我一直以为他疼爱儿子 我们是受害者 说你是个残忍的妈妈 你怎么想 曾小明现在把责任 都推到你身上 妈妈你有没有话要说 将近一个月后 解放曾杰起诉 透明陈小明主导犯行 手段残忍 还要黄昏去一肩扛责 还监视他 是要詹姆及时醒悟 才一定交保 也还原了当天 残忍的真相 詹姆玉当天上午返校打扫 陈小明收到 他提早一个半钟头出门 直问后认定他说谎 于是召集所有人处理事情 一共大人小孩 约二十人到场 看他痛打詹姆玉耳光 搅拽身体 黄奔雀也跟着甩耳光 众人开始轮流 直问公审 陈小明大喊 去拿水管来 拿水管比较不会痛 就能开始持水管轮流抽打 詹姆玉只要坦诚有偷跑去网咖 接着被带入小房间继续打 最后他受不了顺着大家意思 说自己有偷钱买刀勒索同学 吸毒买毒贩毒等等 再被逼迫写下许多加入黑帮 逼少女卖淫 心爱哄趴等虚构情节 就这样被捆绑关了十八天戒毒 终于营养不良 告别了这世界 在这道红砖墙壁后 走去高中生被连关十八天的死亡球室 而层层观看来可以看到 这个生锈到不行的铁丝网 拉也拉不动 逃也逃不出来 而另外这一头呢 整个窗户的甚至是被 这个厚打一公分的铁板 层层的盖住 连喊也喊不出声来 而另一头疑似陈小明的灵修室 也首度曝光 被涂成黄色的木板床 非常有代表宗教信仰的feu 加上的灵修室盖在竹林 四面采光强调吸收灵气 而一旁除了有疑似接待 贵宾的露天沙发之外 还有方便灌洗的洗法间 而整个墨园 只有这间囚房完全不见天日 更显得阴暗恐怖 想起来的灵好心吗 那是一定的啊 你为了你父母没有谁 不安小孩这样子 这不只大伤心 我们全家人都伤心 詹姆离开了志愿民工 以前爱她们的那个妈妈 仿佛又回来了 没有 你为什么要逼她 我没有这样做 我会证明我的清白 这条年轻的生命 我们是那么的爱的 不不不不 你当然是不是 历经刚刚好一年审理 法院一审宣判 陈小明依伤害 私刑拘禁致死等罪 被重判有期徒刑13年 黄芬雀则判刑 4年6个月 而身负求偿974万 一审民事法庭则判赔322万 2016年3月10日 最高月驳回上诉 三审定业 被犯罪行都不够 弥补她自己的罪恶 听得法律有时候 我是觉得有点比较不合理的 听到陈小明被判13年定业 私刑姐姐说很欣慰 就因为陈小明一直要争取警刑 虐杀弟弟还狡辩 让他难以接受 而妈妈早已放弃上诉 服刑中 他觉得加害跟被害之间 还是会有点差距 他自己心理上觉得 还是有点差距 但原则上是尊重事发 但事发地点墓园 附近民众都把这当凶宅 不敢靠近 原本一名高中主任 要募款5亿元买下墓园 作为台湾文学园区 却因为反对意见太多而作罢 这处百年大宅 仍然笼罩在命案的阴霾中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过去我也上过一些心灵课程 觉得是能启发一些思考跟动力 只是一旦主导者黑化 将心灵启发 转为心灵控制 所有人都将坠入恐怖深渊 唯一自保方式 就是保持好你的独立思考 我是老Z 我们下集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